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台湾两岸和平 文化艺术联盟的创办 我是李沃源 那么两岸和平文化艺术联盟 它创立于2007年7月3号 那么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时候我们是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成立的 那时候成立的时候 我们集合了台湾37个协会的 理事长 会长 校长 还有志工 等于团体这个会员 我们就有30来个 然后我们大陆那时候的主办方是世界和平发展协会 那我们想说 那我们就用和平文化艺术联盟 我们就把目标锁定在 我们是文化艺术跟大陆的一个互动的团体 那么我们是以两岸和平为宗旨 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我们联盟在这十年当中 我们办的活动大概有不下一百场 因为我本身同时又兼 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的会长 也是三次化会的理事长 那么常常有邀房大陆或是组团 台湾的画家到大陆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在中国大陆目前 已经建立的这个文化艺术联盟的文创基地 有22个 其中最让我感佩的 就是威海东方艺术学校 我记得我们在2014年 在威海东方艺术学校挂牌 那时候挂牌挂了两个牌 一个是两岸和平文化艺术联盟 交东文创基地 那么另外一个是三次化会 交东美术创作基地 那么基地的主任委员 也就是东方艺术学校的创办人 唐一俊唐校长 我非常的感佩 那么他两年当中 整整光是为我们台湾的画家办的活动 就有六场 我们看了他的所有的文史资料 我们更感动是他对台湾那么多 当时对他学校的支持 颁发奖学薪赞助 他都耿耿练练一环 两次他到台湾来 上一次我没有接到 但是我从他的言谈当中我了解到 他就是去抱着一个感恩的心 去看望一些长辈 那么这次来因为行程是我安排 他拦下台中龙总去看我们国内的大师 然后后来大师身体为样 还到农民总医院 这种种的点滴 我觉得站在一个文人 站在一个画家的角度 我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发起了我们两岸艺术联盟 也经过所有的副主任委员 主任委员 主任委员 我们的主任委员是李奇茂李大师 那么我们的副主任委员是高仲严高将军 还有总统府的国策顾问吴英毅 还有台湾摄影协会的评审 最重要的评审委员蔡登辉王水忠 还有国策顾问吴英毅 国富纪念馆馆长高崇云等等 我们一致的结议 对于这样的一位了不起的一个主任委员 了不起的一个校长 我们应该要给他颁发我们最高的荣誉 就是我们联盟十年来 也是首次颁发的两岸和平贡献奖给唐校长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唐校长来介绍一下 他的重要的司机吧 以及他跟台湾人的这段感情 我们欢迎唐校长 主播好 大家好 刚才听了李纳斯沃源先生 探到了我的一切 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感念台湾对我的很多帮助 1991年我和台湾的外教家张明先生详史 从此我们有了补给自愿忘年自交 当明先生以后又给我介绍了许多台湾的这个命人 艺术家 教育家 企业的企业家 所以以后我又聘请了台湾台平洋电线接览 我看孙发敏先生做我的学校民意董事长 台湾的明宪王英秋先生做了我学校的 是台湾的很多朋友周乃庄先生为我舍离了助学金 台湾的孙发敏文教基金会为我舍离了奖学金 台湾的很多高县对我学校伸出了援手 我这次来台湾第一是抱着感恩突爆的心 第二是我要参加两岸和平文化艺术联盟的年会 我们在两岸和平文化艺术联盟的年会上 我又再次感受到了南南的温情亲庆友庆 那么在年会上很用心地得到了两和平文化艺术联盟 对我的宝奖为我颁发了两岸和平贡献奖 那么我坦率讲那么我来台湾以后啊 台湾这是老朋友新朋友的真诚的友情 台湾的感受我非常的深刻 我要对我的朋友讲台湾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珍惜两岸的和平 好好地珍惜两岸的友情 那么我来台湾以后啊 我得到了台湾许多高贤的支持 得到了许多高贤的野庆款待 那么我们台湾的高中原将军 刘平衡博士 李欧院大师 还有我台湾的许多朋友都对我来台自兴 寄予了很大的帮助 我每一点每一礼他们做的都很细 都非常的值得我学习 那么我这一次也非常的用真诚来汇报 我看到了台湾台南的地震 高雄的地震 我每天在关注非常的揪心 所以我临行前和家人商量 用我的稿费 移民币一万元作为我的心意 对台湾进行赈灾捐款 昨天在联会上 台北私自会总会 我们进行了地交易事 私自会总会也为我颁发了解收的证书 那么这一切更进一步的让我们两岸深情的牵手 我非常的看到 非常的希望两岸在很多问题上 我们民间能做很多友善的事情 那么我来台湾 到了台中看到了我们台湾的画家江亚汉先生 江老本来让我非常感动 本来生病 但是他要上医院 只要等着救护车不要来 不要来等着唐校长 来了以后 安排唐校长吃了饭再上医院 所以我看到了江老 我说江老 吃饭不重要 一定要先送你上医院 江老说不 你一定要先吃饭 我说一定要先送你上医院 这时候我的儿子唐阳说了一句 关键的话 他说 爷爷 你如果不让我爸爸送你上医院 他会非常会去难过的很长时间 你让他送你上医院 他会高兴的 他终于为您做了一点事情 江老就答应了 所以我们几位中午尽管没有吃饭送到江老 到了医院去 江老安心的安定下来了 可是我们又要超会管 昨天冯将军为我们驾车 回来的路上 冯将军让我 你闭上眼睛休息一下 结果冯将军以很快的速度赶回台北 我们台北的命运董事长 汪颖秋先生 在台北一个非常非常别致的酒店迎接我们 我坐下迟到 才知道 这个酒店与我们东方医学校有直接的关系 与东方 我知道王老用这种情意来让我进一步的感动我 我坐王老的手势 王老 你选了这个酒店 是不是在台北遇到东方艺术学校的人 你会感到很高兴 他说谢谢陶厂长 你真知道我的心 那么说去往事 本来1992年 我们的王老在青岛闯事业 决登商城 当时台湾的外交家张明先生介绍我到我们的王老身边做经理 可是我的爸爸希望我进学校 我爸爸希望我进校 在我理想的时候 爸爸已经泄施了 昨天王老跟我们李大师其他朋友还讲 当年我让唐小长到我身边来 他不来 我想王老是在抱歉 如果我的爸爸没有去世 我跟爸爸商量一下 也许我会到你的身边 可是爸爸去世了 扶命难违 我不希望爸爸九圈之下 知道我违背了他的意愿 所以我就要进学校 其实王老当时讲 很多人到我身边 蚯蚓牌友都来不了 这是个法菜的机会 可是你唐先生偏偏不来 王老有一个破大的胸怀 他没有见过他还在23年来对我很大的帮助 我进校20年的时候 他一次性的和中华全国总共会 书一处书一 李永海先生给我捐了10万块钱的图书 所以我在台湾的高线身上看到了很多媒的 我下决心一定要十几行动汇报 那么我和欧元先生相识相知以来 我感到我们越来越希望走得很紧密 越来越希望大家一起做一点事情 这就是自同道合 所以我们都用真心来做事情 欧元先生感动了我 欧元先生感言了我 他的英格力量 他的许许多多的实际行动 我跟很多朋友讲 你们思想一下 两岸三通以来 穿梭两岸200多次 这是一个身份概念 我不知道我唐玉俊为两岸做工作 为两岸和平文化艺术 是否已生能走弯200次的历程 那么说八千里路云和月 这200次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一颗池子之心 所以我要永远向欧元先生学习 我们要携起手来 把两岸的工作做好 免金的力量更重要 和平交流挡不住 所以两岸的交流 我们要一语即往地做下去 用文化 用艺术的美力 来提升和平的价值 提升我们人民的福祉 所以我在台湾的朋友身上 昨天李元庆先生为我驾车 那是台湾的著名花家 今天又有我们的将军先生为我驾车 所以我就想 我在台湾受到这么高的礼遇 我遇过不好好的为两岸做工作 我对不起台湾的很多朋友 况且台湾有我的亲人在这里安眠 我的舅舅七十玉 1949年来到台湾 从此以后 音寻劝悟 是有因为两个族 我的外婆87岁去世 令宗寺呼喊着舅舅的名字 眼睛都苦坏了 我的妈妈 九十几岁去世 妈妈令宗也在呼喊着大哥 我们姊妹从来没有见过大舅 从来没有见过 我们不知舅舅长得什么样 但是留下了阴森的遗憾 我见过很多朋友 台湾有亲属 他们谈起来 都有着深深的遗憾 就因为两岸的葛珠 所以两岸不能再继续下去 葛珠下去 那么我希望在将来的力量中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中 我许身两岸工作 用我彼生的尽力 和更多朋友一道 为两岸和平文化艺术事业 尽民伯之力